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老爸的一个新的翻译就是《路加使徒行券》的解读 这本新的书上个星期几天前就印出来 这本书是介绍整个五旬节拍 特别是在我们神教会的历史 怎么看这个使徒行券的历史 这是我们的解释圣经的历史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书 也真的很需要大家买回去 来为我们这个施工来祷告好不好 你说可能是贵一点 对 好的东西才贵的 对不对 所以就恩是无价的 感谢主 我们这个就没有那么无价 只是五十块 你如果能够买回去的时候 你说我不晓得怎么看 这些书很深 你可以送给你的一些念神学的朋友 或是说邀请他们去买 不过最好是买了 那否则的话 耶稣回来以前我们都卖不掉 这个不好 所以请你帮助我一下 可以吗 OK好 感谢主 我要把握我的时间 因为这两天讲的题目 就今天是从五旬节的角度来讲 关于使徒宣誓 明天是讲另外一个题目 但是我看应该都是讲差不多的东西 昨天晚上很好 王总监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 曾经我在一个教会讲过这个题目 讲完以后 有一位的同工就过来 就公开的问 他说我们现在在一个教会的体系底下 那我们怎么能够变成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然后他就说 好像是你离开了神教会 你就能够做这件事情 我说我从来没有离开神教会 OK 不过 我也不是因为我现在 好像在追赶一个桥流 跟你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不是追赶一个桥流 那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我们教会常常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新的东西我们就去做 那这个我们认真悔改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神的信仪 而不是新的东西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当在幕后的日子 为什么我们要重新来看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跟我们整个神教会的信仰 其实是有联系的 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分开 其实不是 是有联系的 所以我看总监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是在怎么用的那个方面 我是在那个思想的这个方面 我希望给他一些神学的一些基础来讲这个部分 好不好 所以第一 我现在还是神教会的故事 神学主 哈利路亚 第二 这是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 有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 我们重新的来消化 我们看到神有一些的启示 是对应今天我们应该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进到这个神的心意里面 阿们 好 美国神教会其实 封耶稣的名字 出 不需要看到我 OK好 其实 美国神教会在2001年是在美国的总会 是有一个立强书来对应当时很流行的 一个的运动 这是使徒先制运动 在90年代这个运动就开始了 所以美国神教总会就真的去发出一个立强书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当时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现在呢 根据我所知道的 其实有部分的神教会 不是有一部分的神教会 都是在美国那边 其实真的是投入了这个运动 是离开了神教会 第一 第二的就是呢 甚至是神教会内部的有一些牧师呢 都参与了这个运动 但是没有离开神教会 这个其实就好像是60年代 在林恩运动的那个环境一样 我们在神教会里面有使徒性的人 但是有一些人就离开了 所以美国神教会在当时就有一个立强书 当然整片的立强书是很强的 所以呢 立强书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我们的16条的基本的构成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的交易上的约束性 这是说当你不遵守的时候呢 不遵守的时候呢 它可以说你不是我们的不是 那不过当我们看这个立强书的时候 它其实是讨论几个问题 其实可能跟我们今天呢 所理解的也 也可以有一点的人气的 比方在这个立强书里面呢 第一个问题 它要谈到的就是 昨天总监有讲 这是因此恢复的问题 它讨论到特别是 以复守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讲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时代 是不是还有使徒跟先知 那昨天 总监已经讲到 如果我们接受五重执事 使徒先知 全福音的牧师跟教师 我们能够接受我们有牧师 但是当然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岗位 教教师 但是其实在教会里面呢 有人争辩一个问题 就是牧师跟教师是同一个职份 这个我们在讲 有机会在讲 但是全福音呢 是我们都知道 比方在我们马来西亚 最近上个星期我在台南的时候 我认识你们一个同工 是很有趣的 应该是郑牧师 他是Uncle Burton 就是呢 做那个小丑的 他是一个Evangelist 他是用小丑的那个方式来做 做全福音的工作 我们有这样的人 但是如果现在有全福音的 有牧师有教师 那为什么使徒跟先知是现在没有的呢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 待会我们会讲 可能是关于我们有一个 比较倾向理性的试经方法 我们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用 OK 用其他派别的一个试经方法 来看我们的圣经 所以影响了我们 对今天使徒先知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是 很重要的 就是 因为在使徒运动里面 有一些人是 很特别重视这个头 头衔吧 我们说是他一头 这有些人是很喜欢说 我是什么使徒 OK 那出来的是使徒 那这个其实是 要不得的东西来的 就是 以前不是博士 就有了博士 就要别人叫他做博士 你明白我说什么 其实我们出来 你叫我什么都可以 你叫我杨天恩 我都很开心 其实那个明显 不是什么大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很喜欢 我是使徒 我是先知 那这个就令到很多人 有误会 因为有很多使徒 其实你看他 真的不像样的 OK 那 我知道你笑什么 因为你见过 OK 不过 但是也说真的 有很多牧师 都不像样的 对不对 有很多教师 都不像样的 那 那其实 我们都不像样了 Amen 所以 一个人的成熟 不成熟 跟他的指示 是 是怎么样 是 没关系的 可能 对不对 不过 当然我们希望 使徒跟先知 是能够比较成熟的 这个是我们的要求 但是 神教会的那个观念 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 希望我们不要 把一个的 重点放在 放在一个 个人性的层面 就是说 我是个人的使徒 而是他重视的是 教会是使徒性 Church is apostolic 教会是使徒性 而不是讲 你是使徒 他是使徒 怎么样 是整个教会 是使徒性的 这个概念比较 好理解 教会是全福音性的 可以说阿们吗 是孤道性的 对不对 肯定教会是孤道性的 在我们神教会来讲 是孤道性的 对不对 教会是不是 牧养性的 阿们 特别如果在马来西亚 我们在香港 最近都有大选 在台湾 我们都有大选 其实当我们面对一些社会的问题的时候 教会不只是来带领 而且有些时候面对社会的需要我们 我们不只是牧养我们的灰 我们也牧养我们的社会 对不对 OK 当然我们要教导 OK 教会是教导性的 阿们 但是教会是不是先制性的 肯定是 教会要祷告 教会也在祷告当中 会社会指出一方向 对不对 教会是不是使徒性 肯定是 那待会我们会多讲一点使徒性的问题 所以 在这个情况来讲 美国神教会 同意教会应该是使徒性 但是 那个重点不应该放在 个人有什么头衔的上面 那 不过 这个只是美国神教会的立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美国神教会 不完全代表我们啊 这句话很厉害 OK 感谢主 其实 说真的 比方如果我们来到马来西亚 还是新加坡 我们会很明白 特别在我们的整个 OK 我今天讲的东西不在里面 昨天王老师讲的是在里面的 今天我讲的不在里面的 OK 因为他跟我说要写三千五百字的文献 三千五百字 写不了那些东西 OK 所以我只是给他三千五百字 OK 就是这样 OK 好 那这个是当我来到马来西亚 我还是新加坡 你就会发觉 其实我们有一些的 在教育的冤作上 跟美国不太一样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灵界 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们对赶鬼 他们是没有鬼的 因为他们都是回老嘛 对不对 OK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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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他们不能够赶 明白 OK 所以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是很 很真实的面对 灵界的问题 台湾拜拜的问题 很严重 马来西亚 是我最初 下到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香港人 来到这里是很怕的 因为听说你们的灵界 的增加很厉害 我们是没有见过鬼的 你明白 我们在香港 只有一种鬼 是虫鬼 OK 所以其实我们是 从来没有赶鬼的问题 因为赶来赶去 都赶不出来 这些 所以 这个是美国 神教会的立场 因为我们跟世界 其他地方的神教会 是一个团契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觉 马来西亚的神教会 有马来西亚神教会 的愿作的方法 甚至是他的 教育的理解 OK 我们有相同的交易 但是在执行上 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分别 新加坡 比方说 新加坡 撒基基督徒中心 我们很认识的 一位我们很尊重的 牧师 这是纳奥密 到底牧师 你们都认识他 对不对 我是很 很尊敬他 在 撒基基督徒中心 他是 之前的 主任牧师 现在是 杨德文牧师 但是 纳奥密到底牧师 除了他是 以前的主任牧师之外 他也是一个 公认的使徒 OK 他真的是有个 他叫做 apostal 纳奥密到底 而且 他也有一个 很轻视的教导 就是怎么来 任命使徒 他写过一些书 是有他自己 很突兀的见解 所以在新加坡有这样的一个 运作 比方 大概两年前 就是 以前的 加律三 林恩教会 就是现在的VSC 生理家庭中心的 那个 以前的创办人 就是 那个 Rick Seward 牧师 他的头衔是 apostolic advisor 就是使徒 监督 他对教会的 那一个 的 的岗位就是使徒监督 所以在新加坡这一块 你会看见 在我们对使徒性的这个接受 是没有问题的 那 美国是不是 没有改变呢 去年我们有机会参加 就是 全球的 这个神教会 的世界 议会 在新加坡三月 就有这个 的世界性的大会 我知道 有名声牧师有趣 在这个 这个聚会里面呢 我们发觉很有趣的 其中也是神教会的牧师 比方 这位 Alvaris 他的头衔就是 Apostle Alvaris 他是来自南美洲的 是神教会的牧师 他是用了使徒的名号 其实在南美洲 他怎么用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 在整个世界都能够接受的 美国 或是美国人有参与的 这样的一个的神教会的团契 他们能够接受 用使徒投闲的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感变 你明白我说什么 这是说 在立场书里面 没有这个 这个接受 但是现在他们在 时间上 他们是接受的 可以是这样想 所以 在整个立场书 其实 他要 讨论的一些的问题 是大概是 好几个方面 比方说 什么是使徒性教育 使徒性的教会 他要讲到 信约的使徒是什么 那其实他讲的 信约的使徒 是比较倾向 十二使徒的 OK 十二个使徒 使徒跟 五旬节的关系 他讲到 十二个使徒 有什么重要性 使徒保罗 你知道 他常常都要来 政变自己是使徒 甚至是很有趣的 这是过灵多教会 是他自己创办的 他都要来 证论自己有这个使徒的身份 你会发觉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就讲到 有一些人是基督的使徒 有一些是教会的使徒 他会讲到 有使徒的记号 或是信约的使徒 等等 信约的先知等等 其实先知 他没有花太多的篇幅来讨论的 不过 太长了 我不会这样报告 他出来 所以我们只是讲几个 值得注意的终点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作为五行中教会 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 我们是使徒性的 可以说阿们吗 我都没有解释 你就讲阿们 你就有一点危险了 OK 其实使徒性的教会 或是五行节的教会 本来是使徒性的 为什么 第一 因为我们是教导使徒的教训 可以说阿们吗 那在这一点来讲 我们是使徒性 因为我们教导的是使徒性的教训 我们全留下来的 我们全耶稣是基督 不光是这样 我们也全量 我们需要领受圣灵的喜 这个就是早期教会使徒性 我们也是教导要医治 我们教导耶稣再来 这个是一个使徒性的教导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本来教会教导的就是使徒性 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能够称为教会 教会本来就应该是使徒性的 第二 我们不只是教导 我们也透过圣灵记和圣灵的丰盛 来分享使徒的能力 所以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当福音传开了 OK 感谢主 有一些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怎么来全递圣灵记的真理 所以你会看见 彼得 约翰 他们很紧张的要上到撒玛利亚 为他们来安守祷告 因为他要全递一个使徒性的 一个的能力 不只是教导 是使徒性的经历 就是一个圣灵记的经历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你要多点讲阿们 有一点回应比较好 不是回应我 是回应神 OK 令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回应神的教会 你说阿们 你回应神的圣灵比较容易来工作的 真的 否则的话呢 我只是在讲 你们在下面听我 我知道你进到神的同家就麻烦 所以请你哈 有多一点回应 OK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是透过圣灵经 和圣灵的丰盛来分享使徒的能力 第三 重点心是 使徒性的交易和能力 而不是使徒性的 只是office 我们重视的不是作为使徒这个人 我们重视的 我们重视的是教会里面 有人或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全地使徒性的教导 我们都能够见到使徒性的能力 所以说阿们 所以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 听好这句话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性 那要弄清楚这个概念 不是每一个都是使徒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性 等于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不过每一个人都先知性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比方 我是最不能够全福音的 我最怕讲孤导会 所以通常我都尽量不讲孤导会 因为是很大的挑战 叫人举手 我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所以通常就是叫他们闭上眼睛 不要看其他人 现在谁要接受耶稣把手举起来 自己都看不到 你明白 可是主我看到了 你可以放下手来 就是这样 我们不是孤导性的人 我们不是孤导家 肯定不是 但是我们都会有孤导性的功能 我们能够讲 他信不信是他的问题 我们都是牧养性的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牧养性 不只是牧师是牧养性 我们都是教导性的人 你做了爸爸妈妈 你不能够不教导 你做了个个很希望教导你的美美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其实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分享这五重执事里面的功能 跟我说一遍功能 那这个功能很重要 你不要先 我是最怕人讲恩事 我有什么恩事 牧师我有这个恩事 就是说你没有重视我 牧师啊 我是被认命的使徒 谁说的 你明白我说什么 如果我在你的生命当中看不到那个功能 我管你叫什么 你叫王帝都没有用 不过王帝通常都没有什么功能词坐在那里 所以问题是如果你看不见那个功能的话 你讲什么恩事 讲什么执事 没有用的 感谢主 所以教会应该是这样的 可以说 阿们吗 所以五旬节教会 是 本来就是使徒性 所以 使徒跟五旬节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五旬节的教会 外是神教会 我们很重视的是五旬节的经验 五旬节的经验 对我们过去神教会来讲 五旬节教会来讲 是给我们一个全复印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理解 第一 在这个立强书里面 神教会的中讲老就讲到一个问题 他说 我们是有跟使徒是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信耶稣的人会做更大的事 在约翰福音是这样 你知道耶稣说 我去了 所以你们要做更大的事 他是这样说 所以我们能够做 耶稣做的事 并且做的更大 阿们 所以我们是在五旬节里面 领受的能力 圣灵作为宝贵师和正理的灵 会跟他们同在 并且住在他们里面 约翰福音 圣灵 也会引到他们进到一切的真理 和激起耶稣所说的话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说 教会是先知心 就是这一点 圣灵来 所以在五旬节的教会里面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我们只是重视讲方言 作为一个凭据或是作为一个标记 但是讲方言通常跟出来的就是说预言 方言只是一个外在的凭据 但是作为恩赐方言需要翻出来 而成为预言 或是不翻出来的方言 或是不翻出来的方言 也直接的说预言 所以圣经讲到为什么圣灵要教我们 激起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 因为圣灵就是那个启示的灵 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这个很重要 其实本来我们五旬节拍的祷告就是 就是宪圣灵的 就是宪圣灵的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被灵恩的影响 其中的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会看那些祷告文 那些祷告文其实呢 不完全是我们五旬节拍的东西 神是跟着压根而不是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你知道 就是一些主流教会 他们有公导术的这个东西 所以公导术的那个重点就是 我们一同的 我是不是讲的太快 很难翻译 OK好 没关系了 在神的同家里面讨论 这是公导术呢 有一个概念 这是当我们一同念同意的导文的时候 我们表明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所以呢 在灵恩的一些教会 因为它本来是来自这一块 所以他们会习惯用导 但是那个是他的祷告 而不是你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因为圣灵感动 所以我们能够预言性的祷告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的 应该是圣灵感动 我们讲出来的 那个祷告有没有力量 就是这样 我们五行节的人的祷告 本来就是先知性的 所以当我们来祷告 不只是一个声音 而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邀请圣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邀请圣灵在充满我们的时候 把祂的启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至于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讲出来 Hallelujah 能力就在哪里 神的工作就在哪里 神的心意就在我们的祷告 圣灵出去就成就 所以圣灵式的祷告不是乱说的 圣灵式的祷告是因为神把祂的心 翻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讲出来 Hallelujah 事成就成就了 感谢主 所以当门徒接受圣灵 这是等于耶稣接受圣灵被差遣 那这个很重要 约翰福音第二诗讲 耶稣说 你们受圣灵 父怎样差遣我 我也怎样差遣你们 所以受圣灵 本身这个工作 不是这个动作 在约翰来讲 是个差遣的过程 若从这一点来看 五旬节讲范园的记号 同样也是一个被差遣的记号 为什么耶稣要叫他们受圣灵被差遣 因为耶稣是受圣灵被差遣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 关于神教会的五旬节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不是因为要受圣灵讲范园 而是因为当耶稣受圣灵的时候 祂是被差遣 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怎么经历 我们怎么经历 哈利路亚 耶稣怎么要求 我们怎么要求 耶稣得到的 我们也要得到 所以受圣灵不只是我们 哇 讲范园 哦 很嗨耶 我是打不下 不 是我们被差遣 那被差遣可以做很多事情 被差遣不只是全付一拿 我要给你这个概念 我举个例子 我念神学的时候 我们都是傻傻的 同意吗 其实现在都是傻傻的 我们是看见教会的需要 哇 教会很放凉 教会很有需要 是不是这样 教会需要工人了 所以就把自己看成工人 教会也把你看成工人 OK 你不是基督的工人 你是教会的工人 你明白 牧师洗手间很不干净 你就去 OK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是很简单 too simple sometimes if 我很喜欢这一句 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只是看见教会 所以念神学就有问题 我们到神学院 就以为自己出来一定是牧师 都后来出来了 就发觉 牧师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服事的领域 可能你不是做牧师的料 我不是你不是料 我不是说你不是料 OK 不是好料 你是好料 不过不是耐的料 我们广东人说 我们还国陪 叫我还旧陪 我们不是那一块的 OK 所以问题在这 有些时候其实比方说 牧师 除了牧师以外 神给他的一个看见就是 戒指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些牧师 做不了的 Amen 真的做不了的 这些是做原住民 我做不了的 OK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 差遣我们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受圣灵 不只是全福音 我们是被拆遣的 whatever we go 路加讲 唯有门徒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才能够向天上传福音 这个是神教会的看法 所以领受圣灵的人 是神的儿子跟女儿 仆人和僻女 他们能够说语言 这个是神教会的讲法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们有限制性的这块 第六 使徒世人曾经被耶稣所训练和采派 留意见的 很重要 耶稣跟他们三年的时间 我们说 耶稣commission了他们 但是 如果他们没有领受圣灵金 他们都只是关自己在马可卢房里面的人 所以训练好不好 好 采派好不好 好 你这个一件事情 特别 我在神学院这一块 我是 佛琴在教育很多年 我就看这件事情 我为我们神教会的神学训练 感到骄傲 为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神学院 如果你没有基础的 那个学术的训练 他根本上不会送你进去念书 对不对 你要有基本的学历 你才能够念书 我们神教会的神学院 我管你是谁 你要服侍主 我们就会给你机会 书念不了 不要紧 但是 你要受训练 你的学问不好 不重要 你要受训练 我下个星期在台南 教导 我就讲到一件事情 我听说 我听说 很多神教会的会长 讲到学是不可及的 甚至不能够 差点不能够 离开学校了 我听说 几年前我听说会长 会读 就是 我听说 他在神学院 和别人说他 老师说他的长道不好 颜巫师 他说他的长道 老师说他的长道不好 管他 他们都当会长 所以当会长 最主要的一个才干是什么 长道不好 OK 不是 不是 是大有能力 阿们 我意思是说 这个不是我们 我们 训练的问题 我们都有受训练 阿们 但是 如果你没有 圣灵的大脑 其实 我的老婆 这是我的太太 我的老婆 追逐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是 神教会的人 最喜欢是到其他的教会 找老婆的 OK 不是 不是 那我的老婆 是来自另外一个教会 什么中派 我不讲 他就说 我听你们讲道了 其实我的牧师讲道 比你们好很多 有条理 他们讲道是很好听 不过不知道整个 你们讲道 就是里面有一些东西 会推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奇怪的 我们感到里面有一把火的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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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大脑 所以 问题不是 你受了什么训练 你受过训练 但是没有圣灵的大脑 你还是无能 因为耶稣给我们的 不是学力 耶稣给我们的是能力 所以 你看这个事情 唯有 特别在我们神教会来讲 因为我们得到圣灵 我们会理解 就是我们 也得到各样的恩赐 来服事 我们有得到能力来服事 哈利路亚 所以你看保罗 一个受了很多 训练的一个拉比 他需要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第九章 对不对 巴拿巴 他是人际的手腕很好 其实你知道 这些人做领袖 是最好的 但是他圣经怎么讲他 使徒行传 是一章二十四节 他是门有圣灵和信心 在整个使徒行传 讲的是圣灵带领使徒 拆遣 拆遣 你小心 去看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 在使徒行传 十三章 以前 保罗 这个叫扫罗的人 他只是一个教士 十三章开始的时候 他是教士跟宪制 但是十三章 当他被拆开出去 全福音 他去了那个放驳 那边全福音 你知道有一个巴耶稣 这个人 圣经说 他抵挡使徒 保罗第一次被称为使徒 是他被裁判之后 而不是他因为在大爱马世 遇见耶稣被称为使徒 那你听得懂我这句话吗 保罗不是因为在大爱马世 遇见耶稣 所以他被称为使徒 他是因为在 安提欧 众人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知道要裁判巴拿巴 跟少罗为我的缘 不出去全福音 所以他们是使徒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 巴拿巴是使徒 保罗是使徒 谁是牧师 举手给我看 谁感到自己做牧师 很成功的举手给我看 我不敢这样讲 虽然我心里面希望想想 我们都是靠恩典的 哈利路亚 其实成功不成功也不要紧了 我们能够没有回背原本的意向 我们终于神交通给我们的就可以了 哈利路亚 有些人是越做越小的 你明白 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 是因为他的服饰 如果你做老人家的 你明白 你是做乐龄施工的 你的会中会越来越多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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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你会越来越专业做某一个施工的 哈利路亚 就是每一天都是在那个地方出现的 哈利路亚 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牧师能够讲我们是很有恩赐 因为真正当一个牧师 你总会曾经发觉有人出卖你 有人背叛你 难道你对人不好吗 我常常都以为我对人很好 你不会说自己对人不好 我们是尽力的对人好 但是不等于那种谁文明法文代表 狗的啊 对不对 也不是完全是别人的问题 有些时候是我们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怎么样 我是不是啊 你明白我说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好还是不好 我们是牧师还是不是牧师 我们做的不好 神还是呼叫我们做牧师 不过 其实有些时候 认真的讲 我们也不是那么牧师的 因为有些人是教师来的 对不对 是见到弟兄姐妹就很喜欢骂她的 什么你这样做不好 你这样弄不好 你这样做的好 这个是教师 牧师是那些人 什么都说 哦没问题 没问题 乖乖 这些才是牧师嘛 是持股就多拜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所以我是退下来 不做牧师 那你明白一件事情 昨天 总监讲到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是那个手指的比喻 这个是奥尔夫们用的一个比喻 就是使徒呢 他有讲到是大拇指 当然不能够画笔 他说我好不容易懂 这个不行 但是这个拇指 拇指能够把一些东西握得好紧 你不用拇指握东西的时候 是拿不过你的 拇指能够借助其他的手指 那这个我不要讲太多 但是我要讲一下牧师 就是第四个指头 你试一下 把你的手 手放在大腿上 或是放在什么地方 你试一下动你的拇指 独立的动 行吗 他可以独立的动 好 十指呢 中指呢 小指呢 小指 你试一下你的无名词 比较难啊 没有那么灵活了 有一些人甚至动不了了 那个就是我了 有一些牧师 就是他只是用牧师的这个功能 在教会员员做的时候 他是比较辛苦抬起头来的 抬不起来的 你明白我说什么 那这个就是牧师带领 在教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因为他是母亲 他是母亲 他是一个呢 要常常教育很多人的感受的人 这样的人是很难带领的 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别人来拉住 所以为什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牧师之上 其实你说 在这个观念 待会我们会多讲 但是怎么说也好 圣灵是这样带领我们 好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OK 使徒性的服事是有圣灵给的智慧 所以使徒性的教会 教会本来是使徒性的 这个概念很重要 可以说明白吗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教会 在圣灵里面 或是在领受圣灵里面 是一个被拆派的群体 那最近在香港呢 可能有些人 你知道我们华人教会 比释放教会是漫十年到二十年的 通常是二十年的 我意思说 这最近呢 香港有一个很反对灵恩的牧师 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反对这个使徒性的运动 我一看的时候我就发觉 他是辞了别人二十年 不过最重要的 他反对的也不是使徒运动 他反对的 其实我感到是 他应该是反对某一个 可能是他的同工 是支持这一块 他用的论点都是很旧的论点 OK 使徒性的教会是一个被拆派的教会 而不是因为神迹启示 而不是因为领受圣灵有神迹启示 我希望特别突出这个方面 他就讲了 为什么使徒会有特别的权力 他怎样讲 因为使徒在圣经里面 是师姐 Ambassador 他就很奇怪的讲 你会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反对到一个地步 没有理由就成为理由的 他说 作为使者是没有权柄的 我心里面就想神经病 如果作为使者 没有权柄怎么做使者 使者 比方 你的马来西亚的大士 或是台湾的大士 派到大士 派到大士 我的老师在讲 大士 对 他是长过我 还喜欢华语的 这样不是 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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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那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出去跟人谈话的 他不是我们见到那是waitress 或是卖东西的salesman 叫一个高级一点的来建模 你不会这样讲 大士就是那个最高级的 使徒这个字 本来就是有大士的概念 所以在古力道后书第十章 保罗说我们作为基督的大士 那这个我们神教会很懂得这个 因为我们青年团都叫price ambassador OK 我们叫CA OK 所以我们都是卡卡的 OK 不是不是 这是卡住卡住的 CA OK 这是我们是price ambassador OK 所以我们是代表基督来行使他在地上的权柄的 那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赶鬼 你会看见很多基督徒是被鬼赶的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医病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从天国来的那个权柄 我们不是代表天国我们根本上做不了这些东西 我们不只是靠能力听好 很奇妙的 马太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讲到耶稣拆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 路加讲耶稣给他们能力全兵 马太说给他们全兵 你不能够只是有能力而没有全兵 耶稣给的不只是一个能力 耶稣给的是天国君王的全兵 你是代表我来宣告天国的福音 哈利路亚 我们出去是带出基督的全兵 这个就是使徒 如果做使者没有全兵 完毁走 没有人希望去做一个位置 本来是有全兵 对不对 啥的才会做 所以 神教会就说 使徒这个字是代表使者 传言人或是代理人 这个很重要 但是他说 其实神教会的立场书就讲到一个问题 他说 其实呢 耶稣讲的使徒呢 就不是希腊文的阿波士 你知道耶稣讲的是亚兰文 这个是沙里亚这个字 是代理的律师 那个呢 不是这个使徒 哎 其实代理的律师也是很有全兵哦 所以我是代表这个人讲话 这个人不能够讲话 我讲哦 是不是 所以他说 教会是拆派 被拆派 来做耶稣做的工作的 是代表耶稣来做 都是有全兵的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所以 既然圣灵充满 接受圣灵 令到个人和教会变得死不幸 所以我们就要看了 究竟圣灵充满是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重新想一个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五旬节的教会 我们未必圣灵充满 是不是只是领受圣灵的能力来全福音 听得懂我这句话吗 那这个是我们传统神教会的办法 这个是对的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 我们怎么重新的来演绎这句话 或是在神随的方面 我们来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我 我要去最近 在我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次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才派他们出去 在他们职场来 来做一些团契 但是说是做团契 但是说是做团契 其实我们是叫他们去那边 开教会 我们不是叫他们在职场里面做一个团契 就是大家 哎呀我们基督徒生活很惨 我们在公司很多压力 我们需要有些人一同带打 你明白我说什么 外面有很多的机构是教导 弟兄姐妹是人在一起的 就是做这件事情 他们也参加那些的团契 来帮助他们有些资源 但是我告诉他们 千万不要用他们的概念做我们 要你们做的事情 你们是建立一群人 而不是建立一群彼此相交的路者 我们是建立一群基督的代理人 而是基督的代表 我们在那边不只是全福音 我们要影响那个地方的文化 这好像是王牧师讲 昨天讲 那个教导部讲 来到 他可能不是立志成为基督徒 但是他说 我不要贪慕 这个比新耶稣 有很多新耶稣的基督徒都贪慕了 你们问我说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社会里面把耶稣 凡耶稣教导我们 教训他们 遵守 所以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是不是只是叫他们信耶稣 那过去 我们很多时候教会没有征奖 是因为我们叫人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没有令他们成为世间 我们令他们信的耶稣 但是没有令他们成为全徒 我们令他们信的耶稣 但是没有让耶稣在他们的圣灵做王 因为他们都不太欢迎 所以圣灵充满就变成一个很high的经验 而没有实在 我们要明白这个实在 那我们做的每件事情 就把这个精神打进去 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做 而没有精神 精神里是没有精神 你明白 精神 你讲无精神 看你们就是了 OK 早上这么早起来 当然没有精神了 OK 好 从20世纪开始 不同的圣灵愿动 对圣灵充满的火消 都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圣经的基础 对圣经的理解 对圣经的理解 决定我们怎么看一件事情 表现本质 影响特性 我们来讲一下 几个不同的部分 派好了吗 好 转 首先讲我们五旬节派 我们神教会五旬节派 我们怎么看圣灵充满呢 那五旬节派是24起 开始的 最初起 开始的又有运动 那我们的圣经基础 圣经基础 一二三 念 看圣经 那你看这个 你同意是我们神教会的圣经基础吗 在节点来讲呢 我们的理解是 得能力做见证 得能力做见证 所以我们对圣经 对基督圣经的理解 做见证意思就是 得能力来做见证 这是全福音的 所以我们表现在全福音跟圣教上面 这个就令我们成为一个发展很快的教会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点来讲 神教会是一个复兴运动 是一个复兴运动 我们的发展很快 我们是外向的匡长 那 所以这个运动一直发展下去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 它一直发展下去 到了五十年代就发展了一个叫 Latering Movement 玩语运动 它 那 留意 五重执事 本来不是我们神教会强调的 什么时候开始强调五重执事 是玩语运动开始 五十年代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明白到一件事情 不只是十九大恩赐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耶稣基督领受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恩赐 所以呢 在以福手术第四章讲的那个恩赐多利亚不是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讲的Kharismata 是 上帝吃下这些的干位作为教会的礼物 你把我说什么 我作为牧师 是神把我吃给教会作为他们的礼物的 所以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是牧师 我的价值是上帝把我吃给他们作为礼物 所以他不喜欢我这个礼物 不是我的问题 我是上帝所立下来的礼物 阿们 使徒是礼物 先知是礼物 全福音是礼物 牧师是礼物 好 所以你这样看自己就不会感到 哎呀佳慧不爱我佳慧 不管他了 他不爱你就不爱你 我们在做哈利文 我们是礼物哈利文 所以明天打一个 你还有哈利文 所以我们是要恢复圣灵 我们要恢复对圣灵大人的倚靠 所以 在我们五行节拍里面有一个的学者 就很重要 这是师同德 他是加拿大神教会的 Roger Strongest的 他就有本书就是讲到 使徒皆先知 使徒皆先知 因为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十八节 神说在末后二十 我要把我人教官凡有学习的 他们都要说语言 那 留意 我们神教会是讲 讲方言 但是 圣灵禁表 那个 那个凭句 是方言 但是 那个 能力 出来的表现 是预言 OK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变成 教会一定是先知性 所以 那 有些人 说我们神教会的人呢 不准备讲道 不是我们都准备的很辛苦的 OK 不过 你知道 来到这里 谁最大 神最大 这个真的很惨 你明白 哇 做了很多功夫 突然间上人说 不是这样吗 我们这里做牧师的 很多人都试过这样的 很悲惨的经历 对不对 OK 不过我们就把这个 悲惨的经历 变成愉快的经历 每一个礼拜都不准备了 等圣灵来 我们说 等我都 OK 上个星期我在 我复兴聚会 我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场道 我以为是很好 准备了很好 然后就自己安静在神的 同家里面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就开车去的时候 我感到 哇主啊今天有很大的工作 整只到去的时候 讲了一堂道 是同一段的圣经 整只到在讲的过程 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讲完了 我感到哇今天的讲道很厉害 我自己对自己说了 不要讲出来 否则很骄傲 那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牧师你今天讲的是对我讲的 好几个是这样讲的 其实 我真的是感谢主是恩典 不是我们做到什么 是神真的很爱弟兄姐妹 所以用你这样没有用的人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 你其实神放一个便便松在那里 都能够讲出来的 对不对 神能够用驴子讲话 是不是 看来我们的样子都不会比他好很多 所以 信徒是先知我们是 所以当我们讲到五旬节的讲道 或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特点是其他教会没有的 好 我们讲一下灵恩派好不好 那五旬节派跟灵恩派肯定有不一样 因为灵恩派对于圣经的基础跟我们不一样 圣灵究竟在做什么 对灵恩派来讲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 是教人的益处的 他们是按过灵恩派前书十二章来讲 这个是六十年代发生的运动 那这个运动是在晚宇运动之后 正是说它是被晚宇运动影响的 所以你就会发觉 为什么在灵恩运动里面 五重节识好像很强 因为它是晚宇运动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就是 圣灵是用来做什么 对不起 用来做什么 圣灵 是给我们恩赐 造就教会 就是这一段圣经 那对我们五重节来讲 我们是得能力去全福音 圣教 他们就是得到恩赐来建立教会 那所以我们是比较外向的发展 他们是比较里面的建构的 那你会留意很多注重圣灵的教会 你看我们旁边 很多注重圣灵的教会 其实是蛮灵恩的 什么意思 这是说他们是很注重内部的架构 怎么来 愿做恩赐比较方便 所以为什么是小组 小组就是把教会分的小小的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用恩赐 所以如果你小组不用恩赐 其实跟团契是没有两样 所以不要改他 如果你变成小组的原因 所以不管我们神教会用什么小组 GHL 什么的 都是名字来的 都是建议全人 对不对 但是建议全人究竟要做什么 在我们神教会来讲 这是全福音 他们的能力出出全福音的 灵恩派的理解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用恩赐 明白吗 所以没有不用恩赐的人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第二点 灵恩派的理解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神教会 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都应该是用恩赐的 感谢主 对不对 你有什么恩赐 吃饭的恩赐 感谢主 但是我们除了那个吃饭的恩赐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恩赐 我们是要用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应该彼此的待导 在当中我们说语言 发语言 对不对 我们应该求神来感动 我们有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对不对 我们应该求神来感动 我们有信心的恩赐 特别是面对一些将要死的殖病 真的 最近我自己的祷告是神啊 给我们教会见到很厉害的神迹 我的祷告 我真的写出来 我用广东话写出来 就是 我这个基督很厉害的神迹 哈利路亚 我们要见到很厉害的神迹 因为 当我们教会同心祷告 神是不是共作人 我伤心死 我盼望死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一致者 所以我们要见到 我们从来没有见到的事 Amen 所以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 所以 他们对圣经的理解 圣灵的工作就是得到圣灵的恩赐来造就教会 OK吗 所以 这个表现就是在教会用恩赐来彼此服侍 带来教会的增长 所以他在本质上跟我们神教会不太一样 他们是一个renew movement 他是一个更新运动 是教会内部的 而不是外向的 我们是注重外向的 所以神教会过去有一个很很 哇塞五旬节中派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的增长是因为分裂而有的 我有一个感动 有一个领受的牧师 我不同意你的领受 但是我的领受是真的 我不同意你的领受 那就分开 但是为了要证明我的领受是真的 所以我特别努力去做 圣灵也特别祝福 所以大家都发展得很好 明白我说什么 是这样 我要证明我要比你做的好 我要证明你是错的 我要证明你是错的 明白 那就发展 但是怎么说也好 在灵恩运动里面 他们是个更新运动 是教会内部的 所以呢 他们 以后的发展就是影响了教会的更新派教会 或是说 后来我们教什么第三国 什么 现在我们都被称为renew churches 我们是更新派的教会 所以有些人不教我们pentecostal 也不教我们charismatic 现在我们是renew churches 所以那个特点 这样的教会的特点就是要讲到一件事情 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 那我们的特性 那我们的特性 那刚才讲五旬节教会的特性 就是信徒皆先知 但是 在灵恩派的教会 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 可以说阿们吗 不要看给自己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也不要说阿你的恩赐比我好 没有比你好的恩赐 你的恩赐是最好的 阿们 不过需要时间令他更好 感谢主 真的 这里有很多牧师我们认识了很多年 有机会我 让你看一下王总监年轻的时候 他帅的样子 现在很帅 那个时候我相信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过 我们会站在这样的岗位来扶手 陈牧师我们都认识很多年 那个时候我是小朋友 他是接近 我相信 我那个时候认识陈牧师 都是教会牧师 我到他教会 他叫我去拜礼 敬拜 那个时候我看他也没有想到 要做什么PICS的东西 从来没有想过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一直发展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就做不了城市那些人 我就做不了总监 对不起 我根本上不是 我做不了他做的事情 他能够很有效的把东西分给别人做 真的这个是他的很厉害的恩赐 他说一句我们就会做的 天哪 那些人没有叫我 我就去做部长人 明白 就是 我们是很喜欢跟他一同同工 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 是吸引我们的 恩赐是吸引人的 很有吸引力的 使徒愿动 那为什么我们不讲使徒先知愿动 那为什么我们不讲使徒先知愿动 我们要把它分开 明天我们多讲 因为他是 使徒牧师 我们的 在这方面他走的比我们更前的 他会可能讲的更多 因为他在这方面是真的是专家 OK 好 使徒愿动的圣经的基础在这里 我们一同念 第一个是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要讲的 就是使徒愿动 他要恢复在历史当中失去了管制教会的知识 就是使徒跟先知 那重点不是那个指示 我要把那重点放在恢复 那这个也是神教会的那一个立场书 到现在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 如果我们相信五旬节信仰是一个恢复 Pentecostal faith is a respiration 恢复什么 恢复到早期教会 使徒信的信仰 所以我们不只是相信耶稣是基务主 我们相信耶稣是一字节 这个是使徒行专有的 对不对 我们相信耶稣是圣灵四经节 在福音书有 在使徒行专有 在书信有 我们相信耶稣要再回来 这个是apostolic faith 对不对 但是最重点就是那个圣灵充满会讲方言有 凭据作为 这个是使徒行专里面有的 apostolic 问题来了 如果要恢复 究竟新约的信仰要恢复到什么程度 谁能明白我这句话的去说 ok 那我再说一遍 那现在我们恢复了讲方言 我们现在恢复了音质 对不对 我们恢复了江士牧师全福音 我们恢复了 全福音的其实不是常有的 你知道因为欧洲 这么欧洲 这么多年 欧 欧洲 广东话叫欧洲 叫欧洲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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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广东人 那你明白 当教会恢复这些东西 以前 教会是不需要全福音的 因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到后来 我们恢复了全福音的 那问题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使徒先制是不是要恢复的 那问题就是在解释了 如果使徒是那十二个就不能够恢复了 他们不能够从希腊里面复活 先制如果是旧约写圣经的 那些先制以赛亚这些 这没办法了 但是你会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是全福音的 牧师跟教师是现代的 为什么使徒跟先制是过去的呢 所以在教会里面解释圣经 一个福音派的讲法 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神教会 我们就说 使徒跟先制 使徒就是那十二个 先制就是以前的那一批的 就一个先制 如果你放在一批手术 是根本上不make sense的 使徒跟先制是当代的 所以有保罗 有巴拿道 有提波泰 有一些没有明智的使徒 其实没有什么奇怪 中国就是无名的全道者 有些时候 别人知不知道你的名字不要紧 耶稣说你的名字记在天上就好 这就哈利路亚 对不对 别人不认识我们不重要 所以 恢复这个才是重点 恢复到什么地步 那我举个例子 有些人问 教会有没有讲老 那如果用神教会的角度来看呢 那一些的自行委员就是讲老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叫他自行委员呢 这个字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 圣经没有说 我们要为自行委员来安守 没有啊 我们没有说要先立自行委员 我们说先立讲老 但是我没有执行委员 明白我说什么 这个是世界的机构的概念 放在教会里面的原作 但是我们要把一个教会的概念 硬要把它塞进去 所以你看 我看士仁牧师会多讲 在圣经里面 你从来没有看见 牧师是教会的最高 如果是地方教会是长老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牧师叫长老 如果我们要恢复圣经 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要恢复圣经 其实我们都是恢复医生 我们要恢复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看见圣经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来解释 不要解释 但是解释的时候 如果我们接受圣经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要小心来看 是不是我们都要接受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提议 阿们 所以 使徒运动 如果恢复了教会使徒跟先知的时候 那你会留意一件事情 我会这两天多讲 当保罗讲到使徒跟先知的时候 你会发觉保罗很多次有讲不同的恩赐 但是使徒跟先知这个次序是从来没有颠倒过来的 以复所述 使徒先知 对不对 全福音 故事教士 过令多前述十二章 使徒先知 然后就有其他的 对不对 保罗从来没有颠倒这个的次序 为什么 因为在以复所书二章讲 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之上 使徒先于先知 那这个不是说谁大谁小 是讲那个恩赐的那个愿重 明白我说什么 比方我们神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伙 我是很开心 虽然我们神教会里面 我们是牧师 弟兄姐妹很专重我们 但是在关系上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爱我们也不等于是完全 他顺服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刚位 他顺服我们是因为我们顺服基督 听好故事 他们顺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叫牧师 如果我们因为是牧师 他们顺服我们 我们很悲惨 他们顺服我们是因为看见我们怎么顺服基督 他们就顺服我们 他们就顺服我们 他们就顺服我们顺服了 所以使徒运动的重点就是 恢复在历史里面 失去了教会管制的知识 所以五重知识是带来神权管制 这是怎么用 这个很多人不爽的这个看法 但是这个是事实 这是在教会的圆桌里面 这五重的知识怎么能够带领教会 来长江发展 所以呢 他会有一些表现的 他的趋向是人人都被拆开 那如果你要问什么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最根本的一个机能就是你要愿意被拆开 因为圣灵充满你就是拆开你 你不要说主啊我在这里 请拆遣他那些护士 这是当有神的心意来到透过教会 透过牧师来 或是透过领受 来分配给你的时候 你说对我去 阿们我去 阿们我去 最近我就在我的教会一直分享一个概念 我回想我过去的服事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做得很好的是怎么样 但是可能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 神能够用我们比较有效 但是是不是因为我的条件比别人好呢 中国文牧师我第一次去他的教会的时候 他说 天啊你的普通话比沃夫城好一点点 那野牧师说 哇你来到台湾我真的很感动 你的普通话跟我一样的糟糕 王毅屏牧师说 哇你去大陆服事很好去温州就好了 你讲的普通话像温州话 别人都不能够明白 所以今天你们有犯犯你的恩赐 哈利文雅 我们是不是因为有特别好的条件 有智慧的不多 有身高的也不多 真的真的 帅吗 你们叫我帅 我知道你们是很可怜我 帅哥 我们在香港那些茶餐厅 进去的是帅哥 其实什么人都是叫帅哥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感到自己很帅 对不对 郭富城 是很帅 我们是特别有料嘛 没有我们 不感到我们很有料 我听士童牧师讲 他的成长的经历 我真的很感动 有一次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故事 他有一次在沿路寺那边教会分享他的经历 他说 看到的时候 因为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人 怎么普通你 听他说 他说我根本上英文讲不了 但是别人跟我说 懂三千个字 就能够说得很好 他就每一天买报纸回来 This is our cat 建党人就讲 This is our cat Nice to meet you This is our cat 那这样就建立了很好的英文 就是真的 我见到他 我真的很崇拜他 他是老大 感谢主 真的这些都是榜样 我们不是特别厉害 不过因为我们知道 神在用我们 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用过一点的努力 也靠出神的恩典 不过最原本的是什么 展望剑里 明天再记住好不好 我真的是讲一讲 如果要传承 就是传承这些东西 年轻的时候 其实在教会里面 只是一个傻傻的年轻人 你围看你自己是不是 牧师说 诶 洗手间不太干净 去弄一下 对不对 哦 那就去 耍耍的 有些时候可能做得不太好 弄完 刚抗脏 结果牧师都知道 这个人的恩赐不在见 对不对 但是你 有会去做嘛 对不对 没有人带茶净 你去带了 结果我发觉这个人生下来就是做salesman的 哇 他讲 给他一节的金句可以讲到耶稣回来 哇 这个人 真的有教导的恩赐哦 别人不会睡觉 那以后叫他带茶净不要 叫他去公司这种间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诶 天哪 没有人弹琴哦 怕蓝灯顶着 来来来你做 弹了啊 挺好哦 又一直没有人哦 一直弹下去 别人都发觉 别人就发觉你有 敬拜的恩赐 你很厉害吗 不 你很傻啊 别人叫你做什么你都做 说的好听一点这个叫中心 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傻 阿们 笨 感谢主圣经说 上帝捡损的都是笨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神教会的人最厉害是什么 够笨 所以才讲方言嘛 讲方言很高尚嘛 Brakaturama 所有的 不会 Brakaturama 我都是这样讲 我们 我们看来的样子就是够笨 哈利路亚 真的 就是因为够笨了神才能够用你 我看你 神能够用你 因为你的样子看来很笨 哈利路亚 阿们 真的 真的 难道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不是什么好妙 对不起啊 爸爸妈妈我们人生生下来挺好的 不过真的 你去想我们 这种姐妹 这种姐妹 我们是什么 高尽 你在哪里 导神 关心牧师 高尽 我们是什么好妙 我们不是什么好妙 不过神用我们 这种姐妹 今天我们要讲的 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不是我们 受圣灵做什么 我们受圣灵要被拆牌 那神才能够没有拦住的把恩赐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愿意被拆牌 神才能够把不同的恩赐让人看见我们身上有什么 因为被拆牌的人才能够没有拦住的来愿做他身上所有的功用 所以别人就看见我做清洁的功用不太好 你明白我说什么 但是发觉这个人谈话的功能比较好 那就发觉那个恩赐了 所以奉耶稣的名字我看见后面 举手来敬拜的 我们站起来就有点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衣服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